Hello,大家好,我是姜姜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放声 放声这个问题呢,是有家人在问嘛 那就用影片来回复大家 那这是我个人的回复 你们可以听听参考参考就好 放声呢,如果在以前你问我 我会觉得放声这个动作 就是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的话 我会跟你说,我觉得那是人类行为 人类行为 一些团体带着人民去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是希望在借由这个活动 来得到自己内心的那一块 不管是觉得自己在做功德也好 或是在求有福报也好 就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好的事情 或是对的事情 那之前其实在电视上也有介绍过放声鸟啊 就是放声鱼啊 就是有一些小影片也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就会有人去把鸟抓回来 然后再贩卖给这些需要放声的团体 或者是把鸟抓起来 或者是把鸟抓起来 然后再贩卖给需要放声的团体 但我没有说好或不好 如果你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 内心得到极大的舒适跟平衡跟平安的时候 其实你也是可以去做这样的事 只是说如果你现在问现在的将讲 就是你现在问我 我是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会知道其实要求功德 要求福报 不需要靠这一样的人类行为来创造 而是你日常点滴做好一切的时候 你该有的功德跟福报自然就会进来 那如果你觉得那个动作叫做放声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把放声用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待 如果你觉得放声真的是一件有利功德跟福报的事情 我们是可以从生活点滴开始 例如什么 例如我好了 例如我 我可能在乡下的时候散步 然后看到一个可能蜻蜓或者是会飞的昆虫 他被蜘蛛网沾到了 那他在挣扎 那我就会帮他解开那个困难 让他离开那个蜘蛛网 那对我来讲那就是放声动作 又或者我可能在 我都讲的是比较乡下才看得到 因为我们常常会在乡下散步 或是我在乡下长大了 所以我会看到一些可能比较 比较多这种有生命的 然后被卡在大自然界的状况下 比如说我可能有一天看着一个河 然后那个水在流 然后呢 游来游去 可是水流是有弯来弯去 然后也有石头 结果他刚好跳到一个水比较浅的地方 我看着那个鱼在挣扎 那我就会把那个水 就是弄弄在他在那个缺水的那个地方 让他冲到 让他回到该有的 就是水比较多的地方 让他去再游 游掉 就是游出去那个陷阱 那也不是陷阱 就是水的流本来就有高高低低 那当鱼比较活活的时候 有时候真的会被水冲刷到比较暗扁 那可能他如果还力量不够的时候 他是会被卡在那个地方下不来 那我就会用这个方法来帮助他 离开那个他困难的地方 那也叫做放生啊 又或者我们可能可能在路边看到一只野狗 他可能困在哪个位置 他下不来 那可能如果我可以做到 我也会引诱他 或是想尽办法帮他离开他 那个有点被困住的地方 对我来讲 这样的日常生活才叫做真正的放生 也就是你把那个生命体救出了他当下的困难 就是困困点就是困住的那个点 那我觉得说如果你用这个方式来去思考 你是不是就不用花钱去买放生鸟啊 放生鱼来做一个这样的动作 那其实你也正在做放生的动作 只是你没有花钱去购买 也没有跟着团体去在某个时间点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是时时刻刻点滴让他发生在你的日常啊 再来放生 放生来讲 如果我们再把层面扩大一点 层面扩大一点 其实我们人类很喜欢控制 掌控很多层面的东西 不管是物质或是人或者是事件 人人们很习惯想要拥有掌控权 也就是说当这个人他能够掌控的时候 就像妈妈想要控制孩子 妈妈想要孩子能够听话 或者是老师希望学生怎么样 或是老板希望员工怎么样 那都是一种想要掌控或者是控制的一个心 但是呢 如果我们更能够了解放生更宽广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如果能够让每一个灵魂都自由自在 也就是说妈妈对孩子之间 如果妈妈能够给孩子更多的空间 让他活的更像他自己 更能够说出他想要说的话 老师也是一样 老师如果能够在教导这一块的时候 引导孩子每一个个性都让他自然的像老天给的艺术品一样的时候 每一个孩子是不是都是最棒的 也就是每个学生可以在老师面前说真话讨论者的时候 当然老板的角色也是一样的 每一个层面的人都让你你对方就是每一个层面的人 你都让靠近你的人那个灵魂都自由自在的时候 相对相对的你也正在做放生的动作 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听得懂吗 因为我们都是灵魂有生命的动物 对吗 只是你如果把它介于在鸟跟鱼 那其实就有点狭隘嘛 就是把你要问的问题稍微把它问载了 那我下次把它变宽来回答你 除了我认为那个是人类行为之外 我们如果能够跳脱出框架再放大一点来看 我们对靠近我们的人的灵魂都能自由自在愉悦的生活时 其实你真的在日常生活中就在做放生的动作 而不是想要控制想要拥有想要拥有 当你了解到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放生就不是哪一天或是哪一个时间才去做的事情 而是你每一个当下都在做了 不一定说你在乡下 有些都市人根本也看不见我刚刚讲的蜻蜓啊 蝴蝶啊或者是水沟里面的鱼啊或者是虾啊 那我的意思说如果我们再放大一点 跳开那些昆虫被困住了 我们用人类的灵魂来解释的话 如果你想要控制一个灵魂想要让他成为你脑中想要的那样子的人 那就有点像你买了一个宠物把它关在一个笼子里面 你就希望这个宠物陪伴你跟随你 然后你要他听话饿了喂他吃东西 那就是把那个灵魂困在那并没有让他自由自在对吗 那如果你今天更懂得什么叫放生 放生的体悟跟领悟是什么 你可以再宽一点 把它运用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每一个灵魂上 那这样是不是你时时刻刻都在做放生的动作 那如果你时时刻刻都在做放生的动作的时候 请问你的福报跟功德有多大呢 当然就点点滴滴一直在放大放大放大 那当这些功德跟福报你点滴都在做的时候 会不会再回到自己身上 一定也会啊 你可以试试看 你可以参考啦 你可以参考 这是我个人我个人回复你的 一个以上 以上是我个人回复你的 所以我自己认为放生不一定要去做购买 鸟啊 或是鱼啊 来去做放生的动作 你知道那是人类行为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要这么做 所有的功德跟福报 绝对不是向外求来的 绝对不是 当你练习到一个阶段 你会知道一切都是向内求来的 那如果你觉得说我想要做放生啊 然后可以让我心里得到更多的平平衡啊 平安啊 那你就想办法让靠近你的人都能把他的灵魂活的自由自在 那就是一种放生了 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那我就分享到这咯 I love you 拜拜